今天會公佈業績 其實月中的時候發過盈起 那時就給了一個range 純利上升174%至3倍 最多會賺9億5千萬人民幣 公佈之後其實見到股價 沒有大升但都能夠逆市做好 那你建不建議投資者今天買入 譬如今早去買去駁業績 業績沒什麼很駁的 因為基本上就好像剛剛你說的 始終去盈起方面都給了些數出來 大家都已經有一個的預期 反而你說看業績就可能真的 看回管理層怎樣對於 譬如下一季那個展望 那因為現階段面對著 譬如之前深圳有封城 那現時上海或者很多其他 那些城市都有一些封控的行動 那對於汽車銷售或者生產 都一定會帶來不同程度的打擊 那但是對於比亞迪來說 可能相比起其他的車廠 會是比較好一點 或者你看到之前的產量方面 受影響的程度 都是沒有其他的電動車廠 是來得這麼大的 那但是也都不能夠忽略 就說始終這段時間 很多的原材料 那些電池的成本等等 都升得很厲害 那你說比亞迪之前加了價 那是不是等於可以完全轉價到成本 毛利率會不會都還是有一個下行的壓力呢 那這個業績上面是可以去看回的 那但是如果你問我 就在現階段當整個市要下跌呢 那比亞迪這隻都算是一些貝塔值比較高的股 或者和市那個是升跌的那個敏感度 都比較高的一些股份呢 其實都未必說可以完全獨善其身的 那就是最近就算你說那些股份出來的業績不差 那但是整個市要跌 都是會拖下去 那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賣給亞迪 就不是說純粹博一些什麼今天的業績 反而就說可能等個股價再向下跌多一層的 譬如可能落回去兩百元B這些位置 那到時候就可以買回一些 那但是你買那個部署和剛剛講 整個市那個方向都一樣 就是短期裡面你都可能要捱一些波幅 那如果現在的中線角度 在200元左右買給亞迪 那相信他向下那個空間 就不會說真的很大